大家好我是冰的 山国山国各种山国 真的是被玩烂到有胜 何时来个后裔大战长额300回 我肯定玩爆 高爆山国制 该游戏在中国有不少名字 正式有版号的名字叫做铁杆山国 其他还有什么神魔名将令跟叉叉山国之类 都是中国这类厂商的老套路了 只是把不同的名字上架各类平台跟广告 用关键字来诱导下载 游戏开发商是中国的宏观网路 发行商是先霸网游 两间同为关系企业 也是商业的老套路了 左手换右手罢了 本次台湾的代理是SP GAME 这间之前也介绍过了 跟割爆韭菜的圣耀为同间代理 也跟永夜星神有所关联 反正看到能闪多远就闪 而我在Google查资料的时候还看到 游戏代言人又找了林心如 为什么说又呢? 虽然当下看到这照片 真的觉得很不像 特别去找了签名比对一下 但看起来应该是本人的样子 但仔细看这网站的内容 上面写什么8个事前预约活动啊 结果点进去啥屁都没有 有些网案编写方面并不是太严谨 挺有个人风格的 总之各位就当看个乐就好 而路板还找了不少艺人来代言 其中几部我居然还看过 真的是时代的眼泪啊 但这种一看阵容越大的就越可怕 典型的品质不够 艺人来凑 再看看TAP跟B站的下载量跟评价 之前也讲过了 这类型并不受待见 所以这并不是太意外的表现 游戏为放置类卡牌养层 一看就知道是很常见的放置模组下去魔改了 跟之前介绍过的几款都是换皮姐妹做 只在立会上做改变或借鉴 其他则是完全没有任何创新 图鉴乍看起来很多角色 但都是重复几组在循环 真他妈的鬼才设计逻辑 每天请画师也不是这么搞的吧 建模立会方面 这种偏写实的风格并不对我的插拼 画风方面我个人还是偏好日式的三国字幻想大陆 而且既然都有看起来还行的live2D了 3D建模可以不要这么杀雕吗 战斗方面就 一如既往的廉价感十足 完全跟2022年脱节的品质 重温复古时光 其他就是一成不变的玩法 定时收菜不断点后点就好 零回馈 纯课金的幻皮体验 如果你曾经玩过类似款 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游戏内容极其简化 课金内容极其优化 而且随便就能找到一款类似的作品 当时在台湾还有一款靠魔官与洗脑的神魔三国字 仔细比较起来你就会发现 除了建模不同以外 完全没有任何进步 而这些厂商 韭菜割了一大堆 也从来不见长胖 选择继续贪得无厌的荼毒市场 结论 本是同幻皮相割何太极 有这钱去当盘子 去联养只猫不好吗 他至少还会跟你互动 你也可以放置他 定时当个蚕死官就好 最后跟各位随意聊聊吧 我前几天有收到这款游戏的合作邀约 虽然是承蒙厂商爱戴 毕竟老观众应该看得出来 这游戏跟频道的调性是差非常多的 要早之前不确定先看一下我的风格吗 之前代理的圣耀都被我无情单杀了 而且我本来就准备做这游戏的介绍 是可以不用这么快来送头啊 真的不知道是来嘲讽还是真心合作的 如果是需要负面广告 这不就来了吗 而且还不用钱 赞 但各位即使不喜欢这类换皮游戏 也不用特别去针对或谩骂那些 带货推荐的YouTuber或者代言人 每个人对游戏的理解评测 娱乐目的都不同 有时候也不过是为了生活的商业合作罢了 顶多不看就算了 毕竟挣钱嘛 不寒秤 不过我回头想想 这次如果真的是艺人光环加持的话 大概又准备爆歌一波了 就看之后会不会有各种元宇宙广告在凌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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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